戴安娜王妃童话般的爱情却是一场惊天骗局 丈夫出轨 王室冷漠 就连她最后的死亡都充满阴谋的味道 这朵阴伦玫瑰究竟经历了什么 她死亡的真相又是什么 随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逝世 戴安娜王妃再度被人们提起 每当大家说起这位亲民的王妃时 总会觉得惋惜 戴安娜是英国王室中第一位平民王妃 1961年出生在诺福克 父亲是爱德华斯宾塞伯爵 虽贵为伯爵之女 因为她不是那些循规岛居的贵女 她不喜欢祖父富丽堂皇的奥索普大巫 因为那里令她感到压抑和恐惧 她更喜欢自己那家公园屋 树木掩映中阳光洒下斑驳的影子 照在戴安娜奶油色的窗子上 她觉得这才是家该有的样子 所以她不被长辈喜欢 戴安娜虽然从小不愁持穿 但她却是个缺爱的孩子 她的母亲生下两个姐姐后 本以为戴安娜会是个男孩 结果却令她的父亲大失所望 一心想要儿子继承爵位的爱德华伯爵 对这个小女儿十分不待见 她从不关心戴安娜生活如何 心情如何 只是告诉戴安娜她需要什么 当戴安娜不愿到女王私宅参观时 她的父亲会告诉她 这是没有教养的行为 父亲从不会拥抱她 也不会对她表达爱意 每次见到她 只会像真心的亲亲脸颊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而戴安娜的母亲 也被要生下男孩继承爵位的枷锁 牢牢禁骨 终于在戴安娜三岁那年 母亲生下了一个男孩 但即使这样 父母的婚姻 却早已出现裂痕 戴安娜六岁那年 父母就离婚了 小小的戴安娜跟随父亲生活 每周末是戴安娜最开心的时候 因为这天 她可以见到自己的母亲 戴安娜到了学习的年龄 她被送到了贵族学校念书 整所学校 只有戴安娜是离异家庭 这让戴安娜觉得十分自卑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 戴安娜对学习十分抗拒 父亲也在她九岁那年 将她送到了一所寄宿学校 这让敏感的戴安娜觉得 自己被抛弃了 这样的心理 一直影响着戴安娜 虽然戴安娜缺少父母的疼爱 但戴安娜却十分善良 她经常会帮助同学 与同学们一起说说笑笑 也会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 她似乎可以温暖身边的所有人 但唯独温暖不了自己 戴安娜十六岁时 第一次见到了伊丽莎白二世的儿子 查尔斯王子 而那时的查尔斯 却是姐姐萨拉的男友 戴安娜和查尔斯也并没有过多的交集 和姐姐交往了九个月的查尔斯 最终还是分手了 原因是 姐姐抛脱露面的次数太多 不符合王室的要求 而这已经不是查尔斯分手的 第一个女朋友了 事实上 在姐姐萨拉之前 查尔斯就已经有了心中的白月光 就是初恋卡米拉 两人之所以分手 则是因为王室对未来王妃的要求 必须是母胎单身 但卡米拉是个多情的人 查尔斯并不是她的初恋 因此两人被迫分手 查尔斯与姐姐萨拉分手后 又被带点婴儿肥 性格活泼的戴安娜吸引了目光 在她看来 戴安娜是个做王妃的好人选 于是她主动追求戴安娜 在查尔斯的甜言蜜语的公式下 戴安娜沦陷了 19岁那年 她答应了查尔斯的求婚 20岁那年 她怀揣着对美好婚姻的向往 与查尔斯举办了一场轰动全球的世纪婚礼 所有人都觉得 戴安娜就是童话里的灰姑娘 得到了王子的青睐 戴安娜也觉得自己的爱情就像童话里的动人故事一样 但她却不知道 这场盛大的婚礼 从此至终都是一场骗局 只有她认真了 英国查尔斯王子继承王位 大家却在讨论她去世20年的妻子 伯爵之女20岁嫁给查尔斯 却在20岁被出轨 为王室生下了两个儿子 却惨遭王室无情抛弃 甚至被杀人灭口 戴安娜王妃的一生究竟有多悲惨 从小就没有被父母疼爱过的戴安娜 在查尔斯带着墓地的甜蜜公事下 与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1981年7月29日 整个伦敦都沉浸在一片喜气之中 九点整 城内所有教堂的钟声准时响起 婚礼车队在英国皇家骑兵仪仗队的护送下 慢慢驶向教堂 一路上 所有的民众都高声呼喊着对王室的祝福 他们手捧鲜花 高举戴安娜和查尔斯的照片 脸上充满了笑容 将街道围的水泄不通 而这场空前的盛世婚礼也被英国广播电视公司 用33种语言进行转播 全球共有仅8亿人观看了这场婚礼 戴安娜身穿点缀了万颗宝石的洁白婚纱 蕾丝鞭 泡泡笑 以及那顶闪闪发光的钻石皇冠 一切都是童话里公主该有的样子 而查尔斯一身帅气的海军制服 两人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挥手之意 随后缠绵一吻 婚礼的气氛达到了顶峰 似乎到处都冒着粉色的泡泡 但这份幸福的背后 却是无尽的欺骗 就连婚礼现场 查尔斯的目光都追随着一家他人妇的卡米拉 可沉浸在幸福中的戴安娜并没有注意到 她只是一脸娇羞地站在查尔斯身边 婚礼结束后 两人就开启了蜜月之旅 不久后 戴安娜就怀孕了 全国都在欢呼 可查尔斯却一直对戴安娜采取冷暴力 丝毫不关心戴安娜的身体状况 戴安娜要的很简单 她只希望查尔斯能像个正常的丈夫一样 给她这个妻子一定的关怀和爱护 可这点愿望 查尔斯也没有能满足她 戴安娜就在这样爱而不得的心情中 生下了威廉王子 威廉王子出生后 两人的关系有所缓和 但也并没有维持多久 因为查尔斯正忙着和卡米拉你弄我弄 两年后 哈利王子也出生了 但因为查尔斯的冷暴力和出轨 戴安娜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 她的情绪一直不稳定 常常会自残甚至割腕 然而查尔斯的做法不是带她看医生 而是放任不管 继续风流 戴安娜也曾试图挽救过这段婚姻 她找到了卡米拉 劝说卡米拉不要再纠缠查尔斯 但并没有什么用 她质问查尔斯 但查尔斯却说 我不想做唯一一个没有情妇的威廉士亲王 她找到女王寻求帮助 但女王只说了一句 查尔斯没救了 女王给不了她任何帮助 她也曾想寻求菲利普亲王的帮助 但当她听到了菲利普亲王对查尔斯说的话时 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她说 如果你感到婚姻不美满 五年后 你可以去找卡米拉 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 戴安娜的心死了 她不再对查尔斯抱有希望 也不再对这段婚姻抱有希望 而这时候 戴安娜的警卫员始终鼓励着她 渐渐的 她与这名警卫员越走越近 可没多久 这名警卫就被辞退 并在外出时 车祸身亡 她再也不甘心守王室的束缚 于是她打破了王室高高在上的姿态 她会和艾滋病人握手拥抱 会和小朋友弯腰或蹲下讲话 也会不顾王室严格要求的戴帽礼仪 在访问慈善医院 看望病人时 她都会脱下帽子 同时 她还带头捐款做慈善 为了反雷敬雷 她孤身一人穿越雷区 看望那些因生活在雷区 而导致伤残的平民 这些举动 都是戴安娜对英国王室的无声抗议 戴安娜亲民的形象 让英国民众越发敬爱她 戴安娜王妃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 但她和查尔斯却在1992年正式分居 两人的婚姻也一步步走向破裂 戴安娜王妃不顾英国皇室的面子 公开痛斥查尔斯出轨 然而就在她揭露丑闻不久后 就突然横死 她死亡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从戴安娜20岁充满甜蜜的嫁给查尔斯 到31岁 王室正式宣布两人分居 仅仅过去了11年 分居后 戴安娜将爱亲住在了两个孩子身上 她会陪他们在卧室进行枕头大战 也会带他们走上街头吃炸鸡 还会带他们去电影院看电影 所以两个王子的童年生活是很快乐的 他们体会过其他王室子女 没有体会过的快乐 而戴安娜和查尔斯两人 则在公开场合互对 互相一点情面都不了 直到戴安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在采访中直指查尔斯和卡米拉两人的婚外情 而这次采访后没多久 女王就下令查尔斯和戴安娜离婚 结果查尔斯就迫不及待地将卡米拉取进了门 戴安娜终于离开了那个牢笼 她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 但殊不知 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离婚后 戴安娜开始寻求自己的真爱 虽然前前后后谈了七个男友 但都不是真的爱她 而且她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媒体关注 甚至很多人专门跟踪拍摄戴安娜 因为戴安娜的一张照片 就可以卖到十几万英镑 无处不在的狗仔 让戴安娜疲惫不堪 直到她遇见了埃及男友多敌 两人相谈甚欢 她的心情才好一些 但是 就在两人去法国散心时 那些狗仔紧跟到了法国 为了躲避他们 戴安娜的司机将车开得飞快 由于狗仔的围追堵截 戴安娜乘坐的黑色奔驰轿车 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整个轿车几乎解体 多敌和司机直接命丧当场 而在此之前 戴安娜就有预感 因为她曾给自己的管家写过一封信 信中提到了 她计划对我的车动手脚 而这个她的名字 在公开的信件中则被划掉了 寄出这封信不久 她就发生了车祸 而更可怕的是 开车的司机保罗 则是英国军情六处的一员 发生车祸当天 保罗开着车 带着戴安娜和多迪 驶向了一条特殊的路线 这条路线距离戴安娜的目的地 是越走越远的 本不该走这条路的保罗 却以躲避狗仔为由 开上了这条 两边都是沙滩的路 车祸发生后 救护车赶到现场 将重伤的戴安娜 抬上了救护车 而一个小时后 警察赶到车祸现场 但直到此时 救护车还依然没有抵达医院 但是最近的医院 距离只有不到四公里 开了一个小时 怎么都不可能 在后来的调查中 才得知 救护车之所以一小时 未到医院 是因为中途停过两次 一次在某个隧道口 另一次就在距离医院 200米的位置 每次停留的时间都很长 可一开始 医院却对此绝口不提 好不容易到达医院的戴安娜 早就已经错过了 最佳抢救时间 所以在凌晨4点 被宣告死亡 而法国对这起车祸 公布的调查结果 也是漏洞百出 2004年 一名验尸官决定 对戴安娜的死因 重新展开调查 她的确发现了 很多蛛丝瓦迹 但就在她将要发布 调查结果时 却突然莫名辞职 而后就销声匿迹 装装渐渐 直指英国王室 和军情六重 因此 虽然戴安娜王妃的死因 的确是车祸 但是这场车祸的背后 却是惊天阴谋 如今 查尔斯继位 卡米拉享受着 本该属于戴安娜的尊容 但人们却永远怀念 那个美丽亲民的戴安娜王妃